大家好,我是雪亮 我現在所在位在台北市西門町著名的電影街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一個有趣的小題目 就是萬表的夜光功能 夜光這項功能它最早是伴隨著軍事用途的誕生 提供給飛行員或者是潛水員在一些夜間任務或者深海潛航 這個低光一下非常清晰的時間閱讀 不過隨著時代的轉變 這項功能有一些新的意義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現在西門町已經凌晨兩三點 還是燈火通明 你就知道是夜間生活已經變成現代人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像我喜歡看電影 那在電影院那邊伸手不見五指又不能看手機 那怎麼辦呢? 這個夜光功能的萬表就派上用場了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下 這個夜光的表現形式跟它的創新技術 那我們今天就找到了夜光功能的專家 Bowatch最新推出的Aero GMT 來跟大家聊一下這個問題 萬表的夜光功能誕生至今大概有百年左右的歷史 那研發出許多的材質 譬如說呢最早的Radiometer 它是採用雷這種放射性物質 因此對人體呢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後來呢又繼續開發出Lumina 那到了近代呢用的最廣泛的呢 當然就是SuperNuminova 那這些材質的眼鏡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就是呢夜光越來越亮 那持久性也越來越長 而且呢它有許多顏色非常繽紛的表現 不過呢它還是有一個先天性的限制 就像手機的電池一樣 在經過不斷的吸電放電之後呢 它會慢慢的壽命耗盡 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呢 許多品牌不斷的研發創新 譬如說像Bowatch最著名的 次體發光微型氣燈呢 它就具有許多非常厲害的優勢 第一個呢它的亮度比傳統的夜光材質呢 亮一百倍 那第二個呢它的使用壽命可以延長到25年以上 算是一項非常厲害的創新夜光材質 那用在許多Bowatch的功能性的腕表之中 那像我手上這一款呢 是這個最新的 這個Engineer系列Hydro Cabin Aero GMT 2 那左邊這一款黑紅的可口可樂圈 我們之前在另外一支影片已經介紹過了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來看一下 那右邊這一款呢 則是最新發表的這個黑綠圈喔 那趁這個機會呢 我們也來幫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介紹 Aero GMT 2它具有專為商務人士或者旅遊愛好者 特別設計的兩地時間功能 它的十分秒顯示的是當地時間 而它的第四根針呢 就是這個三角鏤空針 它則是顯示的家鄉時間 那另外它的表圈呢 可以雙向的旋轉喔 可以這個設定這個 除了這兩個主要時間之外的第三地時間 因此呢 在操作上 尤其是在旅遊於世界各地的時候呢 就非常的方便喔 至於時間的調教 你可以看到它右側喔 這個表冠的部分 它是採用Bowwatch專利的 互扣機制以及鎖錄式的表冠 所以呢 當你要啟動的時候 你要先把它按下去 然後呢 逆時鐘把這個 互扣給打開 再來呢 幫龍頭解鎖喔 那拉開到低段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調教它的日期跟第二地時間 首先呢 逆時鐘它就可以調教它的日期盤 而它順時鐘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調整它的這個箭頭喔 這個三角箭頭針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以半格半格的形式喔 因為它是24小時制 那它半格事實上就是 每一個這個家鄉時間的整點喔 所以讓你在不管是世界各地都可以很容易掌握 家鄉現在到底是上午還是這個晚上喔 這個所有的時間資訊是一覽無遺 操作上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操作完當然記得再把它龍頭再鎖回去喔 那另外呢 它的表扣呢 也要記得把它扣好 那才有具有這個非常穩固的 這個防水100米的這樣的保護 它的不鏽鋼鏈帶做了非常細緻的拋光打磨 你可以看到這個亮面跟法絲紋的交錯 呈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這個層次的對比 那至於折疊扣的部分呢 它是兩邊開喔 而且它在下面它特別做了1.1公分的延伸機制 兩邊都有這樣的設計喔 所以呢隨著手腕 春夏秋冬 它也可以做一點這個細緻的一個調節喔 這是它的表帶的部分 在細節的處理呢 可以是說是相當令人滿意的 表背部分你可以看到它採用了石心底蓋 在外圍的部分 有全世界24個時區的相對應城市 那中央這兩位呢 是美國的這個開國的先鋒 路易斯跟克拉克 他們在1804年的時候呢 開始這個美國大西部的冒險之旅 那今年剛好215週年喔 所以特別捐克在底蓋呢 做一個紀念 那也象征的Bowatch這個冒險 跟泛濫的精神 回到一開始所說呢 夜光功能是這款Aero GMT2最大的賣點 那有趣的是呢 它每一個時間資訊都用不同的顏色 跟不同的材料來做表現 包含它的當地時間 10分秒跟外圍的刻度 都是採用黃色喔 以及橙黃色的夜光 這個字體發光微型氣燈 譬如說它12點鐘方向這兩槓呢 就是橙色 那其他都是黃色的喔 那另外呢 在它的這個第二地時間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24小時制的 這個阿拉伯數字 它就是採用了Supernova的藍色夜光 那另外呢 它的這個三角箭頭針呢 它的針尾喔 則是採用綠色的 字體發光微型氣燈 而這次最有趣的 當然就是它的黑綠 雙色的GMT圈喔 那它的數字做了 鏤空式的處理 那底下呢 還滿有這個綠色的 字體發光微型氣燈 提供一個非常高亮度的夜光 然後上面呢 還特別做了藍寶石的上蓋喔 看起來又更加增加了這個 晶瑩剔透的質感 它在機芯性能上有非常強悍的表現 通過COCN完台認證 日誤差在正6-4以內 而且防池呢高達4800安培米 並且通過7500G的撞擊測試喔 那以這個性能表來講呢 幾乎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 綜合來看 Bowach這款Engineer Hydro Cabin Aero GMT 2 它不管是在兩地時間功能 或者在機芯規格都有超出一般水準的表現喔 那尤其是在夜光功能這件事情上呢 就我個人到目前為止看過這麼多萬表之中呢 它可以算是做了最徹底 而且最有趣的一款萬表 那尤其是綠色跟黑色這個顏色的配色呢 也是算滿新鮮喔 那它的定價是在台幣99800 那全球限量只有一千支喔 性價比算滿高的 而且它現在官網呢 正在做一個預購的活動喔 預購價呢 只要台幣69,860喔 那可以算一下 事實上它折扣還不錯啦 不過它預購的時間 只到這個月的月底喔 就是2月28就會結束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不妨把握良機喔 那我下面也會提供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點進去做預購 好那最後呢 要說一下就是夜光功能 我個人就覺得像是這個手腕上的光明燈一樣 可以隨時帶給大家 這個愉悅的心情跟希望喔 那新的一年 也祝大家隨時保持好心情 那每一天呢 都可以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天 請問我是